另外一名烂醉如泥的男子手持一把香蕉刀 在台东市桂林北路附近闲晃 因为附近就是铁花聚落以及体育场 造成不少民众的惶恐 警方拒报之后启动了快打机制 以优势的警力将这名罪汉制服 也带回所内侦办 你可以得到要不要 你可以得到要不要 你要去哪里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 警方向男子询问为何要携带小刀走在路上乱晃 但男子却没有回应警方 台东分局昨日下午2点50分时接获民众报案 表示有人持小刀在桂林北路附近闲晃 由于该地区附近紧邻铁花聚落以及体育场 让不少路过的民众感到惊恐 立即报警请求警方协助 而警方获报后立即出动快打警力到场 以优势的警力将该名持刀的男子带回所内侦办 本分局接获报案 有民众持小刀在桂林北路附近闲晃 本分局立即启动快打机制 以优势警力将该名持刀男子带回侦办 并当场查扣所持有之香蕉刀一把 由于该名男子酒醉 对于该持刀玄晃的原因交代不清 警自称是切水果用 本分局将深入调查依法侦办 在经过警方调查 该名男子姓芳今年55岁 而在酒册后酒册值高达0.92 由于男子烂醉卢尼 对于持刀闲晃的理由交代不清 警自称是用来切水果用 警方将深入调查并依法侦办 记者成绩的营台东市报导 好